你认为你买过的迷你世界皮肤里 最酷的是哪一个 最酷的皮肤当然是 我自己的定制装扮了 你看我的太合金头盔 流浪风的大风衣 戴着小卫帽 流行超短裤 不穿鞋的猛男风 这不就是迷你世界最酷的男人吗 我呸 说实话 我说的就是实话 你他 好好好 我老实说 我老实说还不行吗 我觉得 我买过的最酷的皮肤 还得再装扮着 不过首先排出各种角色 毕竟他们都是统一的部落分 平平无奇 然后再排出逗了大陆 还有去年周年轻的皮肤 为什么 他们应该用帅气 可爱来形容 才不是最酷的 那阎龙侠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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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世界里 比阎龙侠还酷的皮肤 多了区域了 哎哟 台阶有事你都不在乎 难不成你在乎的是 原生是飞鹤的室外高人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他应该用仙气来表示才对 那这么多皮肤里面 你觉得哪个最酷啊 我觉得最酷的 还得是叶小龙 叶小龙 为什么 虽然他变装起来 的确很好看 但是在这么多皮肤里 他也没什么特别呀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他是你的 专属CP皮肤 这 这 我去 真像是有那什么大病啊 那你倒是说说 你买过最酷的皮肤是什么 说着说 谁怕谁呀 我觉得最酷的皮肤 不许动你底下的那几个奥特曼 耳朵都被葱瑞瑟 就葱瑟瑟就算了 你还给他们穿裙子 这叫什么话呀 谁说我觉得最酷的 就是奥特曼 我觉得最酷的皮肤 不是月无双 也不是各种各样的公主 那是什么 那就是 冲云霄 看看这身机甲 拜托 不就是变形金刚吗 你怎么不说擎天柱 或者是说这个嚎叫呢 那是因为 你没仔细看 这个冲云霄一变形 可是有四个队友呢 啥了吧 这要是在游戏里展现出来 直接闪下你的眼 酷是挺酷的 但是他们一动都不动 也没有啥用啊 谁说没用了 我邀请你进来试试看就知道了 只要你直接左键点击他们 就能和我一起使用这个变形金刚皮肤 怎么样 我就说它是迷你世界最酷的皮肤吧 真牛啊 小伙伴们 你觉得你买过最酷的皮肤是哪个呢